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挺特别的 这个龙虾 我带着窗外拍一下 好 这个 最后一张 不行 乔乔你帮我拍 记得我开美颜啊 带着那个窗外拍得高级 和深度一点 文艺女青年的样子 好 好 唯美吗 美 美 美 再来就 享受生活的样子 好了 别折腾了 赶紧吃 不行 我要先发一个朋友圈 爱情有得说了 男人呢 最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就是 还没有得到她 或者已经失去她的时候 我就是要表现出 我拿得起放得下的坦然 幻醒下刘柯对我的爱 好了 你看看 怎么样 是不是写得深度 坦然 又很高级 人啊 总是以不爱的形式深爱 以爱的名义背叛爱 午安 我就是喜欢丰盛的 美好的 闪着光的一切 我就是那么庸俗到 尘土里的小人 你这都哪儿来的词啊 嗯 爱情有德说的啊 他经常说这种 有深度有意思的句子 每次我看到 我都会存下来 留着发朋友穿用 你知道这公众号 背后是什么人啊 你就这么相信他说的话 我知道 德哥嘛 德哥就是一个 恋爱经验非常丰富的男人 专门教广大女性同胞 如何鉴别和躲避渣男 一个渣男教女人 如何对付渣男 那肯定是被 伤透了心的渣男 管他是什么渣男呢 能气暗投明 就是我的好闺蜜 我就在这里坐等 刘柯来跟我求和 这小酸文 这小自拍 怎么样 刘总 赶紧表示表示吧 这明显就是 发给我看的嘛 展现自己多么 委屈的同事 又有多么的潇洒 想让我后悔 内疚 那起效果吗 以前每次吵架的时候 他都会用一次这招 早批了 那你说 一直以来都是我在 小心翼翼隐忍退让 怎么会被扣上这种 不懂得珍惜的帽子呢 谁叫你是男的 还先提得分手 我跟你说 就现在只要是你 主动提分手 不管什么原因 多半都是大猪蹄子 对 在你眼里 我是一个把爱情 当儿戏的人吗 那倒是不是 这话我既然说了 我就不打算后悔 其实以前我根本都不相信 什么门当户对这种话 这简直就是老祖宗 留下来的真理 其实不同的环境 培养出来的人 三观本来就不容易合 我跟希希 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 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真想逃出这一米三分底 我也想看看 离开了希希个代价之后 我刘柯就不是我刘柯了吗 你再想想吧 你看 那个哪儿啊 我刘柯 现在都得我几一点了 这刘柯真这么忙吗 那消息看不到吗 有可能 那我一个大活人没回家 总是没有办法忽略吧 还是说 他也没有回家 你别那么急啊 说不定 他正在找什么理由 想办法指动联系你呢 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谁不需要个台阶下 我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还要什么台阶呀 再说了 我给他发那么多朋友圈 不就是给他台阶下吗 点个赞也行吗 点个赞我有理由回去 你看 你不也在等个台阶下吗 那能一样吗 我是个女的 我要主动低头的话 以后日子怎么过呢 不知道这个刘柯 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说 你说我妈对她那么好 我爸在事业上还能帮她 我辞了职去照顾她 这是她的福气 不珍惜失去我 肯定会后悔的 你笑什么呀 想起个笑话 不能笑啊 你养怪气 有话直说 你让我说的啊 要是那个刘柯 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 娶了你 你不觉得悲哀啊 那他看上的是你爸 在外带 带回家一个小保姆 他让我直说的 想法偏激 懂什么要 再如果 你说的那些 如果对刘柯那么重要 他还毅然决然地 要跟你分手 其实你应该感谢他 什么意思 不爱了就分手 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总比他为了图你点什么 耗着你又对你不好 来得痛快吧 我爱了就分手 是什么负责任啊 我都跟他这么多年了 取我才是负责任 戴希希小姐 你现在能不能分清楚 你到底是因为很爱他 还是只想跟他结婚 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你连这个 都区分不了 就盲目结婚的话 我估计 你还得再接一会 别坑气 我消失 定回响 很疼 你也不知道谁是大白痴 这么讨厌我把我删了呀 姐 您一大早跟谁支气呢 联希希 到了 这间 这间真的是超级漂亮 你大早上起来就跟我较劲 跟我较劲有屁用啊 真是的 也不知道跟他那要住到什么时候去 他搬到你那儿去住了 他跟乔乔是朋友 过来住两天 客户什么时候到啊 他刚发信息说有点堵车 到晚十分钟 嗯 他们怎么突然就不办婚礼了 这不很正常吗 办婚礼的时候 最容易闹矛盾闹分手了 你又不是没见过 你没有再去联系刘柯吧 没有 他退了款的时候 我就没联系他了 我怕说错话 唉 你没联系 离那个刘柯远一点 不要躺他和戴希希这趟浑水 姐 不会是因为我导致了什么误会吧 你做了什么值得别人误会的事吗 我没有 像刘柯那种凤凰男 但凡翅膀硬硬一点点 就很想在别人身上找存在感 而你现在 刚好满足他的虚用心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 就算没有你陈嘉谦 也会出现王嘉谦 李嘉谦 就算没有一个人出现 他们俩早晚也会有问题的 因为跟上就有问题 还在想 还在想 好好工作 今天的女客户只喝低音咖啡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我还买了小许棋 现在拿出来 超 mega 老板 二中 先订这些吧 麻烦给我下单 好的 稍微这马上帮您下单 谢谢 作者 听说学长你和希希姐吵架了 她还搬到乔姐家去住了 你们好的男人怎么成这样了 那婚礼就这样搁家不办了吗 我们不是吵架了 是打算分手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合适 不会是 有什么误会吧 温如雪跟你说什么了吗 其实应该道歉的是我 我们这么一闹 害你之前那么多辛苦的工作都白费了 这些都不重要 学长 我是真的想好好为你办一场婚礼 没想到 那要不然 我去找希希姐再聊一聊 要是有什么误会说开就好了 不是 你千万别 我不想因为我们之间的事 连累到你 学长 嗯 我觉得 你还是应该好好哄哄熄熄熄姐 她真的很爱你很在乎你 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 找到一个一心一意对自己的人不容易 你要好好珍惜啊 如果恋人之间只剩下了珍惜 那就变成了对彼此耐心的肖默 时间久了 你会生出很难 虽然我没有办法再爱她了 但是我也不想恨她 我原本以为 学长你过得很幸福 在这样的城市 拥有自己的事业 也即将拥有家庭 我是真的很羡慕你 我也经常用你给我自己打气 我希望我能活成你的样子 千万别活成我这样 我之前一直想要过 十全十美的生活 也觉得为了爱婷 可以牺牲掉我的自尊心 但现实把我打醒了 她告诉我 有一天我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去把那些换回来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爱情 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一点一点消失了 学长 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你不要放弃 自己的梦想和初心 我知道这些年来 你一定走得比我要辛苦 我理解你 但我想说的是 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都请你变得更加强大 因为你是我的榜样 你是咱们老家 那些想要努力改变命运的 年轻人的榜样 学长 你看 上海多美啊 我希望 可能自己也可以在这个城市 坚持下去 拥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家 来 吃一个 我嘴里有 我自己来 自己来 你别多给我啊 你自己吃啊 我这好多呢 你今天怎么了 你放松一点 你别那么紧张 你紧张我也很紧张 我就是觉得自己经济条件有限 每次约会 都不能带你去配得上你的地方 所以想照顾好你 对你再好一点 吃个饭哪有什么配得上 配不上的 不是好吃最重要吗 就是很好吃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技术员 你条件这么好 又有自己的事业 本来可以找到 比我更好的 圈姨跟我在一起 有你这样的女朋友 我觉得 我的世界又突然有了希望 我觉得你应该要自信一点 我只要喜欢你这个人 其他的没有那么重要 懂了吧 有件事 我考虑了好几天了 什么事啊 我想告诉你 我有车 虽然是二手的 但是也能带我们 去幸福的远方 房子我也有 虽然只有四十平 但是咱们俩住 勉强也够了 你等一下 你先让我说完 第一次我们拥抱的时候 我就肯定你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我也相信 你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之间 才能有那么真诚 和快速地发展 我会是个好丈夫 你也一定是个好妻子 所以 陆游戏 嫁给我 你先把他收起来 不是 我们招望还不到半个月 太快了吧 爱和时间没有关系 虽然我现在穷 但是我会努力工作 以后家里的钱 和事都由你管 嫁给我好吗 你先 别嫌他穷了 嫁给他 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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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起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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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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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了 这好像是 如果我不答应跟他结婚 我就立马原地被定义成 玩弄感情的渣女 你 竟然连你这样的人都有人去 而我 眼看就要嫁不出去 然后呢 然后 我亲爱的大姨妈救了我 裤子弄脏了 我得回家换呀 我就留了 我说你 你不能要求你每一个感情的对象 都顺了你的意 潇洒地来潇洒地去吧 总之 碰见结婚狂类型的人 真的超级可怕 说谁呢 并没有说你 请不要对好入座 今天晚上真是个噩梦 偶尔说个谎话 怎么还现世报了呢 好姐妹住在一起久了 连生理期都同步了 真的假的 谢谢你刚才没有得西西啊 她这个人 看起来任性 心知口快 但其实人特别善良 要不是因为我平常工作太忙 她又天天和刘柯绑在一起 不然早该介绍你们两个认识 我们俩完全是不一样的人种 你不用介绍我们认识的 反正我们也成不了好朋友 哎 你估计她在你这儿 到底要住多久啊 如果她要常住的话 我得考虑搬家了啊 免得你夹在中间两颗为难 她要离开刘柯 她活不下去的 我看帮不了两天 就得走 我离开你也是活不下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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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久没有谈恋爱了 你是不是都忘了这种感觉啊 你不会 真的想跟我在一个屋檐下 过一辈子吧 哎 我不介意啊 只要你被这儿忙做过 跟你过一辈子 我们就剩多少空房了 你呢 享受爱情的滋润 我享受工作带给我的成就 我一直特别好奇 你要那么多成就感的驱动力 是什么呢 什么驱动力啊 比如说大部分的男的 那么渴望成功 都可以追溯到她 对欲望的本身 而你呢 禁忆能力 旷日持久都令我惊叹 哎 你不会是 在搞什么办公室运情吧 所以你才那么地热爱工作 哪有 嗯 刚才那一秒钟你脸红啊 哇 这么黑你看得懂 这明天红得很明显啊 没有 你快点进去 不对不对 你肯定有情况 你说一下 说一下 说一下 别胡思乱想 你就会不会钻 怎么会 merry 你们要走 别 pride 别急 别急 我又然后一点都说 无论我 不是吧 不是 不是 不是吧 对不起 我大姨妈第一天 你不要惹我啊 哎 你们知道吗 人生没有绝对公平可言 但是只要稍微偏转 一点点横向 一方就比凉帅 快去 你这简直是疯了吗 我不知道啊 基辛 现在才早上六点 要不你再回去睡一会儿 这么美好的清晨 不应该被辜负的 在爱情的角力当中 不进则退 爱情一旦僵持 就是感情撕裂的开始 我要动起来 主动掌握节奏 只有蠢女人 才会一味地等待 眼睁睁看着爱情溜走 这话怎么听啊 有点耳熟啊 我的男神 我们一位情感博主说的 爱情有得 你看这个公众号 不能看 这什么公众号 你也看 嗯 嗯 不是 叶小姐 你的男神跟你说的 和我平时跟你说的 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当然不同啊 人家 是站在解决问题的立场上说的 哦 是唯狂天下不乱说的 蠢女人 哎嘶嘶嘶嘶 待会儿警告你啊 我起床期很凶的 你再吵着我 走 哎呀 好了 没事 哎呀 这儿又哭了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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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哪 好不好 细细休息 嗯 没事 你去睡吧 我还有土地 嗯 拜拜 趁着工作之余抽点时间了 嗯 哎 你和小半老怎么样了 我跟他对你挺痴情啊 天天穷追猛打的 你也不能总这么拖着吧 简快找个解决方案吧 听到没 我约在了你们酒店的餐厅啊 干嘛 当然是聊分手啊 难道我答应他求婚啊 我手头还有点事 你自己当心的呀 忙你的不用担心 公共场合 能保持最基本的体面 好 有话好好说 我目前 还不太想结婚 当然我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啊 你要是觉得这样太仓俗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相处 十天半个月 能不能结婚 不能完全靠相处的时间来衡量 得有想结婚的愿望 需求和感觉 对吧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迫切地 想进入婚姻生活的话 那 我们俩是处于需求不匹配 可能 分开会比较好 你是不是嫌弃我没钱 你是不是嫌弃我没钱 还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只是需求不匹配 不是谁的问题 所以你今天让我来 就是铁了心了要跟我分手 能做个朋友当然更好 你觉得我跟你在一起 是缺朋友吗 你既然没有选择要结婚 干嘛要开始一段感情 太随便了吧 莫名其妙就跟人结了婚 才叫随便吧 但我觉得你有必要 更新鲜的自己 她的自己 抱歉 刀查了你 你前男友吧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 你是这样的人 结果呢 你就是被前男友给甩了 那我姐妹是不是 真是不吃羞耻 跟女士说话的时候 至少 要学会有礼貌 是不是钱我钱我 我谁都没钱 带着欠男友 再向我示威是吧 一个男人得无能成什么样 才会对女人动手 他先挑衅了我 你的意思是说 你是正当防卫是吗 两位 两位 有话好好说 没什么好说的 你 赶紧走 你信不信 我马上让你 对我正当防卫 嗯 韩优贤 我会让你记住我的 我去忙你啊 不好意思啊 这麻烦了 没事吧 跟不体面的人 在哪儿分手 都会变得不体面 以后当心点 呃 那个 来 谢谢啊 要不是你出手相救的话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想请你吃个饭 那不必了 萍水相逢而已 卑鄙三生有幸 看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分手分得如何 还行 差点被掐死了 他对你动手 在这儿 你没事吧 没事 幸好有一个少侠 出手相救 不仅救了我的小命 好像还笼络了我的芳心 能不能先消停两天 因为我最近的判断能力 我是应该歇业反思一下 我本将心照明月 奈何明月照苟曲 啊 我们可以失败 但是无论如何 不要做爱情的逃兵 我本身的灵状 就在这儿 交给大家 但是你们才听到 在这儿 有种事 出搞月 在这儿 我们都在水里 这儿 就在这儿 我们能够 这儿 这儿 西西 请原谅我的不辞别 我实在不想再次面对我们之间的争吵 和相互指责的难堪 我也不得不对自己承认 那少不尽式的爱情 最终 还是败给了时间和现实 你可以恨我 但不要责怪你自己 希望 你能嫁给幸福 然后忘了我 记住 不要再花时间找我 招呼好自己 刘可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对不起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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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茜茜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找我呀 对 进来说呀 来 辞职后过得怎么样啊 是不是在家 专心准备做新娘子了 也 也没有 就是先休息两天 没怎么准备 对了 你的辞职手续 我都准备好了 今天要不就一起办了吧 好 来 看一下 这个地方签个字就可以了 办完啊 也就踏实了 对了 还有你那个社保 一定要先想好 你到时候在哪儿虚焦 我们碰个时间 回头别给你断了档 曾主管 刘柯是不是还有年假没有休啊 他最近申请休假了吗 怎么 你们是打算提前度蜜月啊 还是准备到国外拍婚纱照 我还 我还没想好 你说你们这小两口吧 真有意思 有点事还互相隐瞒着 干嘛 制造惊喜啊 刘柯昨天过来就申请休假了 今天开始啊 但没在家呀 宋主管不好意思 我今天先不办了 不好意思 我改天找您啊 诶 诶 这 吃早惊喜去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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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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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柯今天去忙什么了 他昨个下午开完会 就直接回去了吧 怎么着 找不着你叫刘柯了呀 不能吧 他去哪儿不跟你汇报呀 不是吧 诶 诶 诶 刘柯是不是在你家 不知道啊 不可能不知道 她是不是去你家找你了 你找我啊 你得打个电话 说我找她 打什么电话 别打一个 不打 你 你抢手机干嘛 你是骗我 你这把她藏起来了 我藏她干嘛 你给她打一个 你别拿我手机 干什么呀 你屁股 不是 这是怎么了呀 没事 没事 你忙你们 你忙你们的 不是 我说你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你们俩 管你们回家说呀 这是在公司 你这样 刘河非常难看 他难看我不难看吗 好短短的 说分手就分手 都快结婚了 搞什么人间蒸发 写个几句话 就让我不要找他了吗 卫哥 你唱的哪一出啊 不知道啊 你说这个到底是 反抗意识的觉醒呢 还是兄弟之间的 道德门脏呢 说人话 有意思了 挨她咋的一般 你 你什么意思 你 你找不着刘克了 少给我装 还不是你们把她藏起来的 我 我藏她干嘛呀 知道你不喜欢我 你早就希望我们分手了 你们分不分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真不知道她在哪儿 对不起 端旭 对不起 嗯 我跟你道歉 我错了啊 我 我不是故意讨厌你的 我 我 我知道我以前说过你的坏话 我都是开玩笑的 我不是认真的 端旭 不是 我真的很爱刘克 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带我去找她好不好 我最近最后一次 我跟她宝宝说 结束就去 你动手 这是在公司 能不能别闹 秦林乡 我跟你说 我 我搬着刘克 但是呢 你现在呢 就得回去 总有什么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你 怎么样 铁了心不愿意帮我什么 我怎么没帮你 我不说我帮你找她吗 就是你先回去 好 ỉ 有 对 是 有 有 不是 有 你 那个 这 好 我们 我们 你 我们 可以 에 我 我们 可 我们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你家吗 我有个朋友正好出国了 我租的 怎么了 刘柯 别着急 别着急 慢慢找 慢慢找啊 刘柯 慢慢找 慢慢找 我都跟你说了 不在我这儿 你早到晚到 都不在 刘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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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啊 慢慢找 刘柯 有吗 你是他最好的兄弟 他肯定会来找你的 就算现在没有联系你 以后也会的 我会去在你家 不走了 我等刘柯来找你 行行行 你说的有道理啊 那你在这儿等着 我回公司了 你不能走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你在这儿待着 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给刘柯 同胖报信去啊 你要上班也可以 那我给你提去 别别别别 你再这么着 我就要离家出走了 你哪儿都不用去 我今天我也哪儿都不去了 我就在这儿 我就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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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发个邮件 不是 我这发邮件你干吗啊 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偷偷给刘柯发邮件 我得盯着你 哎 干嘛 你要干嘛 我换衣服 换 你别说花样了 胜利 冰果消消消 你干嘛啊 我玩个冰果消消消消 放松一下 你也不至于这么盯着我吧 万一你在游戏里 联系刘柯怎么办 走走走走 我上上厕所 我才不知道 你会不会偷偷给刘柯发信息 这是一个人玩的消除游戏 都不用联网 我怎么联系他 那是什么东西 手机给我 你如此坚定地缠着我 认为刘柯一定会跟我在一块儿 跟我联系 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刘柯平时 根本就不喜欢社交的 在认识你之前 他下了班就会回家 找合眼红 你快地缠红 freed人